时光倒流场景回到古早时代 国际巨星金城武化身作家 一字一句展现熟男魅力 而这也是中华电最新4G形象广告 而远传也不甘示弱 请出影帝张震出马 形象广告用为电影呈现张震 展现影帝魅力狂飙演技 而台湾大哥大则走小清新路线 找来诗词男神张仲宇拍摄形象广告 我看见行动科技打破了旧规则 三大电信商纷纷舍弃女神 敢用男神牌 而新晋电信商也被爆料 要找小天王周杰伦代言拍广告 男神出马就是要吸引更多用户 在找男神来做行销的话 其实也会达到一个很正面的效果 男神比较阳刚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吸引女神 那女神也会带动一些广告宣传效益 不过男神牌可不便宜 光是金城武去年为长荣航空拍的广告 光代言费就超过3000万 后续的行销费用也有6000万 巨星的费用动辄八位数 背负不能输的压力 中华电撒重金 就看金城武的魅力 能不能在4G大战中 稳住龙头的地位 三十七万一风 三十七万一风